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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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了一个也是这样的一个座谈 那也的确受到我们政府的关注 那也补助了下个年度 中央补助地方366名的社工人力 那非常感谢社会大众对这个我们额保案件的重视 可以发挥正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应该要以此来秩序 那另外曹小妹条款 其实放在这个地方有点不恰当 因为曹小妹她基本上是自杀 杀子后自杀 但是我们这一次把一个高风险的通报 拉到更前面 也就是说不要到已经快要被自虐 虐待自死之后才来通报 而是只要有危机有危险 例如说这个家庭像曹小妹的妈妈 她基本上是非婚生子女 是第三者 她的婚姻关系是不稳定的 她相对的她对教育孩子 她就是所谓的高风险家庭 所以在保护这种高风险家庭的时候 现在重点就是说 把这个村里干事增列为儿少保护的责任通报人 那我记得当时会发生这个遗憾 就是说其实那个里长是不是有去敲门了 可是因为他好像没有权力可以破门而入 就是说他们就 对他们就没有去做这个动作 然后就丧失了拯救他们的一个良机 换句话说未来这些人 他可以跟警察说我们就破门而入 是这个意思吗 破门那个部分原本就有的 只是一般的警察会担心 会造成民怨所以不敢做 事实上那个是 所以是在决策时候的思维的问题 那个原来就有 只是我们这一次呢 把这个我们的通报人 网络的更大 包括村里干事 甚至高风险的通报 包括村里长 还有公寓大厦的管理人员 都放进去了 对那放进去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有什么责任义务呢 希望能够加强我们的保护网络 扩大到一般的社区 而不是仅有在警察啦 或者是社工啦 或者是老师 让我们的网络更绵密 你说到一般的这种社区的管理员 这个疑问 请补充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法律 其实都订得很多 也很细了啦 像通报系统也是非常的严密 但是人做不做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那刚刚讲说 这个通报系统都设置到这些人 那不做会怎样呢 对 所以我刚刚比较高兴听到的是说 我们增加一些社工人员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法律部分 硬体部分都订得很严谨 但是在软体部分 人的部分关怀层面 一向都是因为社服的预算不够啦 社会社工其实很辛苦 而且社工人员待遇也不好 而且社工人员常常变成要送便当 送汤汤水水的 对对 很辛苦的工作 但如果说能够增加这么多社工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但是通报系统见得这么复杂 它到底有什么效果 我觉得原先通报系统也许就够了 只是看人做不做而已 对好 所以像比如说蔡律师 你也打很多的家暴的类似的官司 对不对 那你会不会认为说 在你的很多的这个案例里面 事实上就是因为有一些人 他默不关心 所以他可能让了助长了 这个家暴事件的这个发生 或者让他更加的严重 其实我讲在校园里面 我们先讲老师的部分 过去其实很早就已经修法了 发现有家暴的情形 或是想要被性侵害的情形 其实老师都应该通报 对对 但是过去很多老师不通报的 不通报里有两个 一个是他不确定小孩讲的是真的是假的 所以他想要自己去确定 这小孩讲的是真的 我要想自己调查 第一个是我通报之后 我的麻烦很多 对 我要写很多通报表 我要到法院去做彼路 所以我永远不要通报 对 可是就在他这样迟疑之下 有的孩子就是被性侵害了 有的孩子就被家暴 甚至我的孩子 还有孩子就死了 对 对那所以我刚刚也 我很赞成这个 陈小姐讲的就是说 这个你赋予这么多通报的人 这些通报义务 那你要不要去考量说 这些通报人 怎么让他们愿意去做这些通报的事情 对对他有义务 他的权力是什么 对不对 我不能因为当了通报人之后 我每天都跑法院 对那后来 那我不做我会不会受到什么处罚 我刚为什么说早期跟现在 其实后来因为校园发生了很多案件 是因为学校通报不实 所以这些老师这些校长被处罚了 被懲处了 所以教育部就开始 学校就开始严加 申请律师到学校去演讲说 你一定要通报 不管你确不确定 就先通报了 对孩子来讲是一种保障 不停的有这样的教育之后 现在才越来越少 但是你可以发现说 这个通报有没有用 非常有用 尤其在校园里面非常有用 孩子会跟老师讲很多真心话 孩子每天跟老师在一起 老师会发现今天孩子 哪里多了一道伤痕 今天孩子情绪为什么这么低落 其实那是非常有效果 那我刚刚讲春里干事 其实也常常 我们讲在乡下地方 其实都是这样子 哪一家人会打小孩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昨天没有打小孩 大家都知道 警察律师有没有报案 没有人报案 为什么 大家还有很多观点 是认为法不入家们 就是他们家的家务室 我不要多管 可是你不多管 你就会发现很多遗憾的事情 也真正在你旁边就发生了 所以这个部分呈现一个 就是孩子不是父母亲的私有财 是我们国家的公共财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他们 那我们在通报上面 是任何人都可以通报 但是我们有所谓的责任通报 对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包括这些警察 包括这些村里干事 老师 还有你说社区的管理人 是 如果他 他有责任通报 那就像刚才两位说的 他们不通报会怎样 我有一个部分是 责任通报的人 就固定他是公务人员为多 就他因为执行这个职务 他会发现这个孩子 受虐的孩子 他一定要通报 他没有通报 是有罚责的 他要罚六千到三万 这是有罚责的 OK 那另外呢 对一般民众 没有通报 他是没有罚责 但是我们有鼓励 对 做得好的 我们每年都有表扬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 接受到我们的表扬 其实我们是从两个部分 一个是责任通报 你的职务可以通报 你应该通报 而没通报 是要罚 对 但是一般人我们鼓励通报 是用奖励的 是用这种方式 那如果说像大厦的管理员 他成为责任通报的人 对不对 他目前是高风险的责任通报 那个没有罚责 那个没有罚责 那个是用鼓励的 那个是用鼓励的 如果他通报了 然后这个调查之后 确定他挽救了一个家庭 或者一个小孩的话 可以 他可以得到奖励 是 我们给他一个颁奖 然后给他做一些这个表扬 给他奖金才对 对对对 我觉得比较适合一点 也有人提到要奖金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这种奖金 好像会变成说 我通报就是为了这个奖金 像刚才讲到媒体 互为这个检举 是没有检举奖金的 对 但是可以达到质量 OK 所以我们谈到了这个 所谓的嘲笑妹的条款 我们希望未来这种类似的悲剧 不要再发生 刚才其实几位都谈到了 很重要的观念 其实这个通报网络呢 相对的 它可能是已经是健全的 就是看你要不要做而已 有些工作你就是要有人去做嘛 你没有人你有很多的理想 事实上你是达成不了的 对 而少福利法它不是只有儿童局 它虽然是主管机关 中央主管机关 它相关部会 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都是在里头 包括县市政府 那我们是定政策 定这个法条 但执行的部分 还是我们的县市政府 所以我们也希望 大家给我们县市政府的同仁 给他们加加油 的确 我们赋予他们很多的一些责任 跟要求 那相对的 我们也希望大家 给他们一些鼓励 好 谢谢这个局长 也谢谢三位来宾 今天到这个挑战面对面来 跟大家来聊这个 儿童福利法的修正案 各位观众 我想媒体呢是第四圈 有这个社会责任 当然了 我觉得这几年在非常激烈的竞争下面 这个媒体不免常常把商业利益摆中间了 而所谓的这个儿少法的修正 未来在实行上纵然有困难 我也期待能够在这个修正案的这种督促之下 提高媒体的自律 让媒体的竞争有更健康的发展 也不失为是全民之福 这是我们的共同期待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挑战面对面 全往新台湾 我是沈春华 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这个专心里 我会带可以带来 一会儿